年微景和丁丁河边钓鱼 丁丁有些坐不住了 年微景却一脸悠闲 年微景说其实自己根本不会钓鱼 只想安静地陪在丁丁身边 享受一下这难得的休闲时光 这是丁丁那儿有鱼儿上钩了 丁丁和年微景同时伸手抓住那个鱼竿 年微景将丁丁环抱在怀里 丁丁紧张地举着鱼框 高人坐在游泳池旁边 突然看到年微玄向他走过来 高人赶紧拿帽子将脸遮住 年微玄拿起冰水便扑到高人的肚子上 逼他一起下去游泳 高人找到了年微玄的软肋步步紧逼 年微玄吓得一直后退到泳池边 狼狈地掉下了水中 大家都在外面做烧烤 年微玄说去酒店拿东西 但去了很久都没回来 丁丁给年微玄打电话 年微玄说脚崴了让丁丁和哥哥一起去接他 高人看着酒店的方向担心极了 年微玄其实并没受伤 只是想将丁丁和年微玄骗出来 让他们单独相处而已 年微玄在草坪上准备了浪漫的野餐 摆了很多鲜花气球等装饰 年微玄拉着丁丁走进新鲜的野餐店上 才告诉丁丁其实年微玄没有受伤 这次丁丁被骗竟然没有生气 而是默默接受了这一切 高人打电话说年微玄找不到了 年微玄的电话一直不在服务区 高人担心他出事已经先在树林找了 年微玄和丁丁只好暂停刚刚的甜蜜 赶紧出来找年微玄 高人找到年微玄的时候 年微玄是真的崴脚了 年微玄听说 找到五半丁香的人会遇到真命天子 于是到树林里去找 没想到花没踩到 反而把脚崴了 年微玄刚到家门口 上次在医院找年微玄检查的美女便追来了 美女拉着年微玄的胳膊说自己胸口剧痛 要让年微玄给她做个私人检查 年微玄推都推不开 便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你不给人家做检查 现在人家胸口又痛了 你快帮人家检查一下吧 我现在已经下班了 如果你要看病的话 去医院挂号吧 别啊 我现在真的疼得不得了 你快帮我看一下嘛 我的胸也有点痛 我现在就感觉有点疼 是哪个医院 你终于认出我来了 上次在医院你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我特意来你家了 带我去你家做个私人检查吧 你要再不放手报警了 别报警 报我吧 喂 幻玄灵吗 你还真报警啊 陷阱病 哥 没事吧 没事 我回来了 年微玄收到一封信 助手将信放到年微玄的办公桌上 年微玄没有注意到 将治疗记录和信放在了一起 让助手给主人送去 很快主任别让年微玄去办公室一趟 主任将信给年微玄看 里面是昨天那个美女 抱着年微玄的照片 还附有文字 说如果不想让照片流出去 就离正丁丁远一些 预知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 潜情人不知速看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